HELLO LEADER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NC小夜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跟大家補齊這次夢魘行動中 新生到遊戲裡面的通用隱藏挑戰 可能有一部玩家已經知道了 而且都解完這些挑戰了 但是在這幾天的直播也是有不少觀眾在問 所以我們就在這一次的影片中一口氣跟大家全部講完 這些通用挑戰是可以在任何一張地圖去做解鎖的 所以各位也不用擔心會特別需要去選擇任何一張地圖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前兩個挑戰是同一系列的 所以我們一起講 第一個就是作為人類贏得一場殭屍大逃殺 再下來則是作為殭屍贏得一場殭屍大逃殺 這兩個挑戰其實很直觀 那就是當你的小隊獲得勝利的時候 你必須是人類的形態 或者是殭屍的形態 那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就是記得在各自的形態下取得勝利就可以哦 那注意哦 殭屍形態是殭屍活著的狀態哦 不是被打死觀戰的狀態哦 那不算殭屍哦 那算觀戰 那這兩個隱藏挑戰 分別會解鎖一個貼紙以及一個動態文章 那再下來呢下一個應該也是蠻多人知道的 畢竟這是第一個被發現的隱藏挑戰嘛 那就是拿車子撞死一隻殭屍哦 那這個殭屍可以是人類變成的殭屍 也可以是AI的殭屍 只要你有拿載具撞死任何一隻殭屍 那這個載具造型就會解鎖 那再下來呢下一個挑戰是被驚嚇箱嚇到五次 那這個驚嚇箱會不會嚇你完全是看運氣哦 所以基本上這個解鎖方式是建議去到像封鎖戰這類 可以不斷重生又可以一直撿箱子的模式 然後不停的開不停的撿 直到你被嚇滿五次就可以解鎖這一個名片背景哦 那在這邊呢先小小提醒一下哦 每一次被驚嚇箱嚇到驚嚇箱都會額外再吐出一個東西 偶爾也會吐出不錯的連殺獎勵或是特殊武器 所以大家被嚇到的時候除了開罵之外呢 也不要忘記多看看他吐了什麼東西出來哦 再來下一個挑戰呢是使用巡邪者手榴彈標記20個敵人哦 就是那個像蝙蝠的東西 那這個戰術道具呢可以在夜晚模式的各大地圖中撿到 基本上呢他就是像一個有一點點自動追蹤功能的快照彈 只要你朝著敵人大約的位置丟過去他就會自動追蹤敵人 成功擊中標記敵人後就會在大約可能有個10秒鐘的期間 不停的以快照彈的方式顯示敵人的精確位置哦 而且呢還會連同被標記的敵人周圍的隊友也一同顯現 算是蠻有用的一個戰術道具哦 那標記20個人呢也非常的簡單就是不停的朝著敵人丟 就對了那建議在解鎖的時候呢可以搭上補給的特長 或者是都準備一些軍備驚嚇香 這樣子完成挑戰的速度可以再更快一些哦 那接下來最後三個挑戰呢就是稍微有一點點難度的哦 那首先呢是要遊玩50場殭屍大逃殺 那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哦 但主要就是很花時間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就只是想要達成這個挑戰的話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在跳機開始之後 直接就離開遊戲哦 這樣子也會算上一場 但是如果你求保險的話 最快也最保險的方式就是開場直接自殺哦 那名次跳出來之後再離開遊戲就是確定一定有一場 那完成這個挑戰呢會給你一個載入畫面 對那我自己呢是覺得有一點點的小寒酸 不過呢這個就是遊玩50場所給的獎勵哦 那接下來呢下一個是贏得累計10場的殭屍大豪殺 然後呢你就可以解鎖一個 末日信承者這一個動態的名片背景 那這個呢可能對一般的休閒玩家來說 就會稍微有一點點的困難哦 那最後一個挑戰呢則是在不死任何一次的情況下 贏得一場遊戲哦 就可以解鎖這一個不死符文的大貼花 而且呢這個大貼花是目前遊戲裡面 唯一一個在暗處會發亮的大貼花哦 那不過這個挑戰目前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的Bug 至少我在製作這部影片的時候 這個挑戰還是有問題的哦 那目前經過多方測試要完成這個隱藏挑戰 不一定要是殭屍大豪殺的模式 也沒有說一定要特定的哪一張地圖 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達成這個挑戰 一定必須要整場不死哦 但是當你整場不死贏了之後 這個獎勵會不會解鎖完全要看運氣哦 我們自己試過整場都不倒下 在準備大廳也不死亡 不同張地圖甚至是整個小隊 從來都沒有任何人倒下過 但是呢從結果來看能不能解鎖到這個獎勵 真的就是看系統給不給你哦 那我自己額外發現一個方法 感覺好像在遊戲結束的時候 不要自行按跳出 一直待在贏的結算畫面 直到遊戲自己把你踢回收場畫面 這樣子好像比較容易觸發解鎖哦 不過也是有失敗的時候 所以只能說這個挑戰 目前真的就是有問題 如果你確定要百分之百解鎖的話 目前有一個方式 那就是透過遊玩 WARZONE MOBILE 那在這個裡面遊玩任何一種模式 只要整場都不死贏的一場遊戲 百分之百是可以解鎖的哦 但是目前WARZONE MOBILE 好像還是只有澳洲可以先玩的樣子 我有點忘記哦 但如果我們現在要玩的話 就要靠VPN才可以 所以呢就是有一點點的麻煩 那看各位自己要不要去嘗試哦 OK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就是其餘八個還沒有在頻道上 跟各位介紹的隱藏挑戰獎勵 那影片看到最後呢 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這樣子小夜的影片呢 就有更多機會被推廣出去 讓更多的玩家知道這些新資訊哦 那我是小夜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拜拜